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真的LV包包 却不料是一件睡衣 而且还是假的 他看到了横在两个人之间的巨大差距 后来 压死两人感情的最后一根稻草出现了 张超要带乘客去一个高级自主餐厅吃饭 为此 他专门做了一份攻略 不喝水沾肚子 从最贵的食物拿起 一副不把饭前吃够本 不罢休的架势 就连乘客说不想吃这些 只想喝点酒庆祝 都被男朋友言辞拒绝 他全然沉浸在自己占到便宜的那种兴奋感中 无法自拔 完全忽略了乘客的感受 那一刻 乘客仿佛看到了和张超结婚之后 未来无数个这样的食客 为了一顿自助餐 让自己编成一个用尽浑身解数 也要占到便宜的小家子系女子 这是他无法忍受的样子 到底是为了身体 适量吃饭重要 还是胡吃海喝 占便宜重要呢 很明显 乘客选择了前者 而张超选择了后者 这成了两个人之间最致命的一点 在张超吃撑了 去药房买肩胃消食片时 陈可没说一句话就离开了他 为这段感情画上了句号 有人说 陈可因为一件假LV就分手 实在是爱慕虚荣 有人说 张超太抠了 吃个四助餐都要做攻略 一副穷酸样子 爱情会长久才奇怪呢 其实 两个人都没有完全的立场正确 只是观念不一致罢了 陈可其实也不一定是要奢侈品当礼物 他要的是对方的一个态度 如果你只有299元 我更愿意 你给我准备用心一点的礼物 而不是让我觉得 我在你心里 就只配得到一个假的LV 吃自助餐也是 没钱的话 可以去便宜一点的地方 而不是这样算计来算计去 把自己的胃称坏 但张超想给他买名牌 又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 所以只能送个假的 想带他去高级的餐厅体验一把 但没有足够的钱经常带他来 所以只能一次性称个宝 他也是用了心的 但显然陈可要的不是这样的生活 就像网上一个段子说的那样 你想要浪漫 让他给你买树花 他却给你买了西兰花 因为他觉得 精打西算过日子 就是浪漫 分手不是因为假LV 也不是因为自助餐攻略 而是过往无数次 因为价值观产生的分歧 只是当时他们以为爱情 能够弥补这一份差异 两个人在人生路上 能够结伴同行 最重要的是方向一致 目标一致 才能走到最后 想法完全相反的两个人 又如何能长久地走下去呢 作者王文乐讲过一件事 她的朋友和男朋友在一起七年 最终还是分手了 朋友是个事业心很强的女孩子 为了更好的发展 选择了异地恋 男友非但不支持 反而隔几天就逼她回来 在男友的眼中 去大都市都是爱慕虚荣 踏踏实实回来结婚生孩子 才是她该走的路 朋友看上一款名牌包包 用自己省吃俭用的钱买了下来 却被对方指责 不会勤俭持家 一个包包 抵得上好几个月的房租了 临到要张罗志攒钱 买房买车结婚的时候 两个人又开始为先买车 还是先买房吵起来 作为女孩子 自然想要结婚后 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 但是男朋友却觉得 攒的钱应该买车 为此 两人冷战了好长一段时间 最后 朋友首先低头 表示攒的钱可以先买车 但是之后 两人要再攒一笔 当作房子的首付 欢天喜地开上新车的男友 开始游说女友租房结婚 当被质问 是不是想一辈子 住在租来的房子里 男友云淡风轻地说 这样也可以呀 没什么压力 今后日子过得轻松多了 至此 朋友终于感觉到 两个人之间不可跨越的差异 今后的日子 是可想而知的艰难和鸡飞狗跳 于是选择了分手 当时选择在一起 想要和你永远走下去的心是真的 可最后分道扬镳 无法携手也是真的 不是因为我们之间 有多少原则性的错误 有时候 也并非外界的压力 而是两个人之间的观念 差了太多 选择和一个人生活 其实也是选择 和一个人的三观共处 差异太大的两个人 不管如何努力磨合 都没有用 你不赞同他的想法 他也无法站在你的立场 替你考虑 三观不合的感情 不必强求 不然总有一天 会以互相伤害对方收场 知乎上有一个问题 你从哪一刻觉得 自己无法和对方做朋友了 我看到一个高赞答案 买完早餐后 因为网速太慢 我用手机付款 一直加载不了 老板善解人意地说 没关系 你回去付款也一样的 朋友却对我说 教你个好办法 你下次和我一样 把付款成功的页面截个图 然后每次给老板看就好了 我是不是很聪明 快夸我 从那以后 我再也没有联系过那个朋友 人与人之间 是什么时候开始疏远的 不是距离 不是仇恨 不是少于联系 而是渐行渐远的价值观 看电影《志明与春娇三部曲》时 总是疑惑 为什么年轻帅气 会撩妹的张志明 会爱一个不很美 不很有钱 脾气还不大好的淑女 可看完之后才发现 这份爱是有迹可循的 当渐春娇问 为什么香港很少看到UFO 张志明就约他一起 去水库看UFO 张志明有一个奇怪的癖好 把干冰放在马桶里 看烟雾生腾 他曾经的女友不能理解 后来的新女友上悠悠也嫌脏 而只有渐春娇 会开心地大叫 和他一起分享这个乐趣 在张志明抽烟被警察发现时 张志明假装成日本人逃避罚款 渐春娇马上就能假装 韩国人和他一起演戏 张志明所有的恶趣味和小聪明 渐春娇都能无缝对接 分手之后 渐春娇说 我努力想摆脏张志明 却没想到变成了另一个张志明 其实不是 是他们骨子里 本身就是同一类人 所以 在兜兜转转之后 还是回到了对方身边 两个人在一起 就算性格有天壤之别 但或多或少 从对方身上 你能看到自己的影子 很多时候 我们总在说三观不合 其实三观 并不是要求完全一样 而是能够求同存异 你跟我虽然不一样 但是我能尊重 能包容你的与众不同 你喜欢吃大排档 他喜欢去五星级餐厅 但他也会愿意陪你吃大排档 在人来人往的 接地气的小馆子 晖汗如雨的大块朵頤 你喜欢旅游 他喜欢宅在家 但他也愿意 陪你一起做攻略 在两个人 共同休息的时候 一起去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 为你拍下美美的照片 留作纪念 你喜欢看书 他喜欢打游戏 但他也会时不时 问问你看了什么书 认认真真的 听你分析故事中的情节 你没有不同的兴趣爱好 但愿意尊重 并且包容对方身上 和你不一样的地方 这才是一段 感情最好的状态 有句话说得很好 外貌 决定要不要在一起 性格 决定 适不适合 在一起 价值观 决定 能不能长久地 在一起 如果一个人 对你所表达的情感 观点 新的事物 他给的说法 总是不着编辑 敷衍了事 甚至有时 会用他的那一套 世界观 对你进行批评 强加给你 他的观点 到最后 双方都会很累 一些小事 就能让你们争吵 直到消耗彼此 唯一仅存的爱 就像刘渝说的那样 不了解 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拒绝了解 并为这种拒绝 而洋洋得意 人生的日子 都是越过越少 可剩下来的人 都是越来越重要 精神上的门当户对 比物质更重要 即使没有那么多 灵魂上的契合 但愿他会为了你 成为一个 更适合的人 好的感情 永远只会发生在 相似的灵魂上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